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从高处远眺着一望无际的稻田 应该说在这里看你会发现这下面的稻田有很多的独特之处 比如说你看从我这个角度往下看 这个观光塔的四周都分别有一幅稻田画 而且你再看那个方向 那边那个稻田里头好像站了很多的人 那他们在那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下去看看 在这个水稻公园里 除了围绕在观光塔四周的稻田画 让人耳目一心 在不同的区域还设置了各类游乐性质的场地 例如用向日葵搭建的植物迷宫 还有用稻杆制作的稻草人王国 吸引着许多游客 你们两个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吗 不是啊 是当认识的小朋友 就来这玩认识的 对对对 我问你们两个 这个地方跟游乐场哪好玩 这个和游乐场都一样我觉得 这就像游乐场一样是吗 你们是从哪来的 哈尔滨 从哈尔滨来这儿还不近呢 怎么知道这儿的呀 因为家里有信任在这边 都说这个万本大良田现在特别好 所以我们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那你们本身是父亲人吗 对本身是父亲人 那自己的家乡 现在你觉得变化大吗 特别好 之前呢就是稻田没有现在这么丑的这么重观 去了那边的观光塔 看了一下 丑的下面这个稻田画感觉特别震撼 就觉得这种景观出现在我们的父亲 就是真的很特别的 被游客们称赞的水稻公园 除了稻田画和各类独具特色的游乐场地 还在闲置的御秧棚里 种植了各类蔬菜和水果供游客菜摘 为这片稻田增添了更多的乐趣和色彩 那么为什么要将稻田打造成公园 建立这样一个水稻公园 又为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富锦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是三江平原的腹地 耕地面积有920万户 占富锦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二 去年富锦粮食总产达42.8亿斤 位居全省第一 享有黑土绿谷北国良都的美 水稻公园稻田画的内容便是附近的一个缩影 石伟宁是附近旅游开发建设办公室的副主任 他为我们解答了稻田画的奥秘 旁边的这个水稻有不同颜色的 那我们看旁边的黑色的水稻 这个水稻绝对不是坏了 这是我们用不同颜色种植的稻田画 它是另外一种水稻 对 另外一个品种 也是单独的一种颜色 今天我们用这种黑色的水稻 还有红色的水稻 种了十万平米的稻田画 大地为止 彩稻为末 这便是稻田画的奥秘 设计师设计好图案后 在按照图案用十字绣的方式 围绕观光塔在不同区域 播种不同颜色的彩稻 从春耕到秋收 不同颜色的水稻 还会让巨幅稻田画 呈现出不同的景色 将平淡无奇的稻田 渲染地充满了艺术气息 神秘感 那么这个稻田公园 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附近的这个农业稻田的旅游季 只是局限在六七八九 四个月份 旺季的时候 每天平均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有没有可能 我们设置一些其他的项目 让这个大家体验呀 观光的这个时间再拉长一点呢 可以啊 在我们前方可以看到有一块硬化的场地 这个场地呢 主要是一个农民的晾晒场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再利用 去年呢 变成这个热气球的一个飞行场 同时我们看到几个圆形的位置 是给游客提供住宿的地方 这是一个星空帐篷 这个帐篷上面是透明的 是能够看得到 对对对 如此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 让这片稻田产生了更多的吸引力 使得游客心甘情愿买门票进来玩耍 让这片黑土地在粮食的种植过程中 还产生着额外的经济价值 经了解附近万武水稻公园的耕地 是来自于当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刘春曾是村里的村支部书记 2013年 他带头建立起农民专业合作社 才有了今天的万武连片稻田 当初您是怎么想到 建立一个这样的合作社呢 很早以前呢 我们都是这个地儿 就是一家一户地来经营种 我们的村离这个地方呢 还有大一战十五公里以外 种地非常不方便 当时呢 我看到我们呢 种点地也太遭罪 天天早晨是三点钟走 前黑了才回家 中午呢 就在地里咳一口凉干了 合作社的建立 大大减少了人力和物力 为当地村民解决了 耕地缘收益不稳定的难题 2017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 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益 其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 农事体验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基于坚实的耕地基础 附近率先行动起来 在以合作社耕地为基础的四万集中连片耕地上 规划建设了黑龙江省第一个以现代化大农业为特色的附近市道海田园综合体 展现了东北现代大农业的独特景观 特别是南方的游客 到这一来呀 就好像从心里往外 非常非常高兴那种 哎呀 我们呀 看不着这么大片地儿啊 孩子来到底找一下 春天 这咋这么多酒谁呢 他们不认识 那我跟南方解释 我说你吃不吃大米饭 他说吃啊 我说这个就是你吃大米饭一小没长成大米价的 做物 这把孩子呢 才了解说啊 这叫水稻 游客对稻田公园的喜爱 让刘春十分惊讶 他没想到 自己耕种多年的稻田 也能打造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从概念上来说 田园综合体是指综合化发展产业 和跨越化利用农村资产 是当前农村发展代表创新突破的思维模式 在刘春和当地政府的不断摸索中 以水稻为主要元素 打造出万五稻海田园综合体 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发展体系 然而 这种大农业的发展模式 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照搬复制 在加姆斯的另外一个城市 就有着另外一种 对田园综合体的诠释 华南县位于加姆斯南部 享有中国商品粮基地县 生态建设示范县等称号 2017年4月 华南县建立起一个 占地1207亩的生态园 以绿色生态农业为特色 现在已经成为华南地区著名的景点之一 经常会有新人选择来这里举行婚礼 在生态园里办婚礼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打扰一下 我看你们是在咨询这个办婚礼吗 要在这里 对对 怎么想到要在这办婚礼的呢 因为我从外地回来 从南方回来的 我就想办一个不一样点的 就是别太 格调别太低了 那么在他家呢 也可以吃 也可以住 还能玩 然后景色特别漂亮 就像家里的后花园一样 然后呢 想吃什么绿色有机菜 他家就是自己摘 然后自己做 我听说就比较好 就是一条龙全都能满足 我不用再去找其他地方了 就是其实你们本身是 回老家办婚礼的年轻人 所以可能眼界比较开阔 你们都会比较挑剔 那这里足够能够完成 你们的那些想法 可以可以 户外婚礼在北方地区比较罕见 在生态园里举行婚礼更是新鲜 然而宾客不仅可以住在这里 还能采摘有机蔬菜自己做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化超是这个生态园的建立者 他向我们介绍 在不同的季节 生态园还有不同的休闲项目 是一个集采摘 锤吊 婚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休闲生态园 我们看到 这里不仅用大棚 种植了很多种类的反季节蔬菜 还有许多造型奇特的房子 正在建设 你看这个小民居房 这个房子好像还没建好是吧 没建好 它是一个民居的 那你这个房子基本上都是跟大棚连在一起的 对啊 它连在一起是直接能走进去吗 还是说 直接就进去了 直接进棚子了 就相当于自己家 前面是自己家 后面是自己家的大棚 对对对 那我想吃什么我就从后面来回来 对对可以 是这样的 这种体验还是挺新鲜的 就是啊 吸引游客嘛 那像他摘完那些蔬菜回来以后 可以加工吗 可以加工 他自己啊 这因为这个屋里头 那个那个楼房具有的功能 一般他这个房里就具有 就是说会有 这种整个厨房的功能 对 厨房功能 上水下水啊 电了什么网络啥都有 这些带大棚的民宿房 在生态园里 共建了36套 住一晚仅需要100多元 目前已经开始接受预定 独特的菜园市民居 也将会成为这里的又一个亮点 由于生态园的土地 都是渔化潮从村民手中流转而来 将这里多元化发展 为当地村民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其他的大田植物 你连产资一年才多钱 一场地才15000块钱左右 你现在他在这家把地流转给我来 俩人在我这家来工作 一年的六七万七八八 农民也会算成这样 所以其实您做整个这样的一个田园综合体 不仅仅是把这个产业带动了 其实是安排了很多周围村子的人的就业 是吗 对啊 有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是啊 我这平时的产业就业都一百多元 高峰的时候都二百多元 如果您将来再做了更多的 比如说旅馆啊 什么这个就业的名额就更多了 那对 那加那个三产的话 三产的话都开动起来 还得一百多元 那那那那更多的就业 不仅那个大有三 这些四个就业都可以安排 为了产生更大的效益 鱼化钞还将大棚蔬菜包装成产品 现已在加募司各大钞市出售 在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 也将以大棚蔬菜为主要载体的田园综合体 实现了规模化的经济创收 同样 附近万亩水稻公园 也为当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游客对水稻公园的喜爱 不仅让附近人引以为傲的附近大米 被更多人了解 也让合作社的大米身价倍增 还吸引来了大连的一家大米身加工企业 进驻到附近和刘春有了新的合作 我们的稻米全部采用于生态公园 那块取用那块的原料 我们提供我们长年加工 那块也是我们自己的订单企业 我们提供种子 化肥 完了到冬天 秋季的时候我们得收购回来 我们收购的价格会比市场价格高一些 有了这家企业的定向合作和品牌化销售 合作社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 还把粮食卖出了好价钱 如今通过网络 就能买到水稻公园生产的大米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附近到海田园综合体 形成了一个互利性的循环产业 那么打造水稻公园 为合作社社员又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陈凤波是合作社里的社员 由于从小喜欢研究各类电器 掌握了一套修车机 是村里有能的能人 合作社没有办之前 那个时候是在家要种地吗 在家种地 种三厂的地儿 一年到头下来 生不了几千块钱 生个五六千块钱 完了还挺累的 生活吧还挺紧迫的 但您不是能人吗 能人也不行 一年能有一万块钱吗 一年两万多块钱吧 村收入 如果你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有多少 现在就得八万多了吧 将地前将这个就得九万 全年九万了 哇 那一下就翻了好几倍啊 对啊 这大概是几年的一个时间变化 这就是四年的时间那变化 四年的时间收入也翻了四倍多 由于临近收割期 陈凤波现在每天一早 就来到这里检修收割机 忙到望晚再开车回到城里 等到了收割期 他还会和其他社员回去帮忙 也能挣到一定的工资 有了水稻公园的保障 合作社的社员们 现在都进到城里 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 村里城里两套房 已经成为社员们的基本配置 过去光靠种地挣钱的时代 已经悄然离场 这一切的改变都离不开刘春的付出与坚持 在今年附近市举办的首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文艺庆典中 刘春获得了最美附近人的称号 眼前的热闹与荣光 让他不禁感慨万千 当时建这个合作的时候 做人的思想工作 实在实在是太难了 有一部分老百姓 是非常非常不理解 因为土地交给你了 你给我赔了怎么办呢 这样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就是拿村里的好地 跟他换着赤地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的方法就是 找了很多亲朋好友 去做这些工作 最后才能把这块地才拿下来 虽然合作社成立之初 充满了艰辛与困难 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 合作社为村民们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收益 早已彻底打消了 他们最初的疑虑 在今年我们又发展了 恶蠢的 因为看到我经营这个模式 种的水稻有订单 不用愁去卖 价格还比普通价格 还高了好几毛钱 这样他们就主动地找到我 说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也带点 再找时我去找他 我去挨家挨户里 做他们的实际工作 现在是他们来主动来找我 如今合作社发展得越来越好 让刘春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就在节目拍摄期间 刘春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指导信息 告知当晚会有双降 让大家做好收获准备 这让等待已久的刘春兴奋不已 那么这条指导信息 又是谁从哪里发来的呢 这里是一个以水稻公园为监测点 而建立的信息中心 由农业 水利 气象 农机四个部门组成 从各个部门收集到数据汇总后 形成阶段性的管理意见 再通过微信 短信等信息发布普京 直到全市的农业生产 这里还能实时监测到 每一片稻田的生长情况 并以精准的措施进行管理 像我们的这幅图 我们这个位置 这个小的它是一个水位机 下边有一个自动化灌溉砸门 水层控制在三公分以内 我们就设定为三公分 它这个水位降了以后 砸门自动开启 就是水就灌进去了 达到三公分以后 它又传回来一个数据信息 砸门自动关闭 所以说这个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种地在附近已经不算新现实 像这样的信息中心 在附近市就有三十多个 仅在水稻公园里就设置了三百多个监测店 为万亩水稻的生长护航 确保提供精准的农业生产指导信息 这水稻的收割需要看天决定 即便是这个稻田里头的水都干了 但是也要等待霜降之后才能进行 昨天下了一场霜 让刘春决定今天就要开始收割了 那后面已经开始了今天割的第一茬 对 今天刚下地 我看您这是在看什么呀 拿这个杆 我再看看它这个脱骨脱得净不净 再看看这杆的湿度 现在还有点湿 还有点湿 还有点湿 对 因为这一湿呢 倒置的水分大 如果储存不好就容易坏凉 那今天咱们这些所有的设备会上吗 您觉得还有点湿度的话 我今天是开始那个私人车 完了明天我就准备是车全部上来 因为这个呢 我的种植的面积大 如果都等到那个时候呢 怕你天都下雪了 把梁捂到地里 所以说就是湿一点 咱们也得干了 无论稻田公园如何发展 这里最让刘春和社员们牵挂的 还是一年一度的收割 这不仅是大家一年到头的心血 也是缠绕在农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保全收获 合作社社员们齐心协力 纷纷回来积极参与收割作业 据刘春雨估 今年会是一个丰收年 整片万亩稻田的粮食收成将达到六千吨 而对于整个傅锦市今年的收成而言 这仅仅只是沧海一粟 那么傅锦又是如何解决全市农民卖粮问题的呢 在傅锦经济开发区有一个占地面积 三百一十八万平方米的农业产业链综合服务园区 在园区里可以看到许多灌体和平板房 而且不断有装满粮食的车辆进入园区 这个园区有什么样的功能 对于傅锦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这些灌体和这些仓体是咱们储粮的 现在实际库存是四百二十万吨 这样的一个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这么大的库存能够够13亿人口 十天的粮食供应 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吧 对吧 你觉得很大了是吧 但是这仅仅是咱们项羽在黑龙江布局 九大区域中的一个缩影 整个项羽在黑龙江的布局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吨 可以构全国十三亿人口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所以难怪我们说这里是北大仓了 对 那我们这么多的粮食的储存量是从哪来的呢 咱们的收购半径能达到一百五十公里 解决了负景及周边现实近八万能顾卖粮难的问题 咱们最高的时候呢 日收购量超七万吨 按照每辆车四十吨的这个计算呢 我们会有两千多辆车每天 附近项羽金谷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园区 已获得中央储备粮资格认证 并完成了五百万吨粮食仓容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拥有亚洲最大单体仓储粮库称号 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深加工企业用粮和促进北粮南运等方面 已具有规模效应和市场影响 为了提高收粮效率 这里还采用了两座粮食自动签样台 经过检验 检种 卸车 结算 农民从把粮食带进产业园区到收到粮款 整个过程仅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完成 自动化收粮系统大大提升了双方买卖粮食的效率 然而几百万吨粮食的储存可不是一个小工程 防虫防雷 通风降温 尤其是对温度的控制至关重要 如此大体量的粮仓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我们把整个四百二十万吨的粮食分为几个区域 每个粮仓里边有二百八十八个减温点 某一个区域粮温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可以实时地进行报警 那这些减温点就是通过这个图形 这就是一个平行四点形就是一个粮仓吗 不是啊 这是一个粮仓里边的一层 咱们是分五层来分布 产业园区保粮员通过手机 也能观测到这些减温点的数据 这套电子智能保粮系统 还可以实时观测粮仓内部的具体情况 一旦发生粮情 会第一时间自动进行通风调度 人员调度的 实现了科学保粮和科学管理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粮食保存体系 郭小旭带我们进入到一间 三点三万吨储存量的平仓房 那我看插在这个稻谷里头 有好多这种很竖直的 上面带一个弯钩的这种是金属吧 测什么东西用的吗 碳测用的 嗯 猜对了一部分 那我让我们保管员给你拿出来一个你看看 好 哇 好深啊这个 这么长啊这个金属 对 三米多 这是 哦 温度计嘛 对呀 我就看一条红色的线 那你看看有多少度 哦 这是十度 嗯 十度 对呀 哎 可是我们现在外面的温度应该有二十度左右吧 对呀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进来就像进到了一个天然冰箱一样 嗯 那像你们在里面要多穿吧 哦 还真的 对呀 要凉 因为我们要实际科学保粮嘛 要低温处粮 嗯 温度太高的话它就不打标了 三米以上的粮食温度往往会比三米以下的高出许多 保粮员的工作就是要保障表层粮食的温度 必须控制在25度以内 这样粮食就不会发生变化了 除了成熟的粮食储存系统 园区里还有一个体系也在不断更新迭代 作为彩链延伸呢 咱们规划建设了五条铁路中央线 和现在全国最先进的散粮发放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块 嗯 那我们的农民受粮来了之后呢 是通过我们的液压翻版 把它从低沟通过咱们的大青角 提升到咱们的桶仓里边 咱们有八个桶仓 通过自动化的系统 准时定时定量的向火车皮中出售 现在咱们用这个人工装卸火车呢 是八个小时一列火车 如果投入使用之后 我们是两个半小时 就可以完成一列火车的装卸 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套自动化的装卸 对 配合已开通的五条铁路线路 这套散粮运输系统 一旦投入使用 预计年运量将达到五百万吨 可以大幅度提高物流效率 以附近为中心的北方粮食 运送到全国各地的速度 也会随之大幅度提升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 现代化服务园区作为后论 附近的稻田经济发展也得到了粮食不愁销路的保障 无论是集农业生产 休闲农业 婚宴庆典等多项功能 一体的生态园 还是利用稻田打造的水稻公园 都在既定条件下 实现了田园经济的最大化 加姆斯各个城市 对农业衍生经济的不断探索 也让田园综合体的未来发展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